今天是國慶日 雖然沒有廉價 但還是有不少人週五請假 獲得四天的小假期出國旅遊 因為今天一早桃園機場 就出現大批要出境的旅客 不過是逢國慶日的空中操演 從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 桃園機場分三次暫停起降 影響到部分航班的出發和抵達時間 就怕行程會受影響 不少民眾都提前到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就是影場的時間沒有到很長 所以是覺得好像還好 因為我們的班機好像剛好有比那些活動 在提前一點點 有啊 很早 因為就是擔心就想說廉價應該人會很多 所以就想說早一點來 除了國慶操演 民眾也擔心國慶日人潮太多 等候的時間會比較長 索性影響並不大 加上早上的操演結束後 下午桃園機的航班已經陸續回復正常 而根據機場公司統計 今天出境的人次高達六萬八百六十九人 入境人數也有五萬一千多人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提 что有聲明這個不太別離譜 沒錯 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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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adore